我們先看一下課本 課本的這一頁你要先寫 這一頁準備 那我先複習一下 這一個怎麼唸 不是E 你如果讓自己就想要寫個大型的A 然後拉長 這個唸A 那會唸A的有三種 暑假的時候有上到第一種A打E 對不對 所以L-A-T怎麼唸 C-A-K-E K-M-A-D-E made OK喔 所以第一個A打E 第二個呢是AI 在字中也唸A 所以兩個母音在一起 後面這個就犧牲掉 唸前面這個英文字母的原因 所以這個英文字母唸A AI就唸A 第三個呢是AY 那AY那部分都在字尾 AI都在字中 所以我都會這樣的話 前後刻一槓 這個唸A 然後這個E 這個呢 你要這樣子寫 如果我忘記的話 就寫個E 可是是這樣 懂一 這叫短譜的E 所以這是道餐的M 所以這個唸A 這個唸A OK嗎 我們唸唸看第一個M AZ Face 第二個L AZ Late 第三M M 要拉長喔 第四個 N 好 AI唸A 再一次 Ran 第二 tail 第三 Wait 第四 Race 這個T-A-I-L就是尾巴 狗的尾巴 你們唸尾巴很利 像我們搞不進去 對 D-A-Y D-L-A-Y 雷 第三 第四 好 這個都是A 那唸A的呢 第一個 Ag 第二 Fence 第三 Man 第四 那EA在字中 有時候他也唸A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所以你要把這個EA 記一下 它唸的是A 所以第一個 Bear 第二 Hat 第三 Hat 第四 Ready 好 準備 我放兩次 準備到 B Listen And Number One Late Let Let 哪個E Let 1 跟2 2 2 Tell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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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W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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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Mate.Mate.Mate. 好,我们课本就在前面那位,我们要连前面的一起改。 不是连前面练习题的地方一起改,不管它有没有改过,有改过你就再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改过就好了,我们从49页开始,一平都是5分,好了吗?来,49页,答案是TMF,右边写上call,譬如说,全队,全个call里,全地方有写。 再来下一页,这个的话呢,你只要帮我看看他有没有改过就好了,因为答案,他要先写call,譬如说他错了一题,那就是call五分。 可是他里面写对了三题,应该是加15分,也就是一个call,一个加。不然就是call里,假设他全对,然后他每一题都对,那就加30。OK吗? 有问题了,再来隔壁,这个地方答案是第二,看到有没有改错。好,再来这个的话呢,我然后念一次给你听,因为有人有可能上次来不及有人请假的啦,或是有人可能忘了写的啦,我然后念,那你帮我看有没有改错就好,一题要5分。 1.Mr.Lin, old doctor, is Mr.Lin an old doctor? Yes, he is, he's an old doctor. 2.They, heavy box, are they heavy boxes? Yes, they are, they're heavy boxes. 记得复数,你就是用R,也因为这样的名词,里面要加S。 3.They, small apples, are they small apples? No, they aren't, they're big apples。 或是你写No, they are not, they are not small apples。 They are not small, not small就是 big. 好,再来隔壁,这个因为上次都有听过。 1.The student, heavy. Is the student heavy? No, he isn't, he's thin. 好,那记住哦,形容词,没有人在加S的。 形容词不加S,只有名词才要加S。 来,第二。 2.The boys, happy. Are the boys happy? Yes, they are, they're happy. 3.The actress, young. Is the actress young? No, she's not, she's old. 好,再来隔壁的下面,这里,答案。 Wow, the young girl is good. Yeah, she is Connie, she is 13 years old. What about the man, what's his name? That's Paul, he is a salesman. His voice is beautiful. And the woman is Susan, she is from a small town in the UK. 好,再来隔壁,刚刚有提醒你哦,这是想打。 人家这里说想打,所以呢,你一定要记住,想打就是全操。 No.1. 1.Who is that tall boy? He is Nick. 好,这里帮他用文笔写两个东西。 1.人名,就是问人家的名字是什么。 回答的时候可以回答人名。 2.写个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呢,就是谁的,什么人,谁的。 所以他的回答呢,一定会有个所有的关系。 帮他写,别人也在帮你写哦,很公平哦。 2.Is John a tall boy too? No, he isn't. He is a short boy. 所以你可以懂, he is a short boy,就好了。 或者这是No, he is not a tall boy,没了,其他都不要再问了。 没了,不要问了。 3.Is James heavy? Yes, he is, he is heavy. 不用先简单才想打,你只要yes, he is heavy,就好了。 4.Is Jenny's voice beautiful? No, her voice isn't beautiful. 唯一的答案在这里,her voice,变成一个字,可以。 知道哪个字吗? it,没错,it isn't beautiful. her voice,声音,一个,你可以用it来p,没关系。 好,我们再来得并,答案,对不起,解答,直接看答案就好。 好,第一题第二,第二题二一,这个是对中选对部的成功,三二一,四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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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二。 好,再来越古测验的答案是CB,全部算出一个分数出来。 对,两高的信号! 好,再来越古测验。